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来甚至有些不像是这个时代应该存在的产品 工程机都有或多或少的bug 这些机子的跑分其实也就能图一了罢了 摇玩工程机设计 也是该看一看跑分了 不同寓意网采用的ARM工版架构 这次骁龙8G EN4采用了新的自研6VS CPU架构 QRD工程机上显示的参数 12×4.09GHz大核加6×2.78GHz大核 搭载了Adreno 830GPU 根据Tikbench 6的测试结果 这台QRD工程机搭载的骁龙8 Gen4芯片 再单核测试中得分为2884分 再多核测试中得分达到了8840分 较前段时间爆料出来的多核成绩稍逊一筹 作为对比iPhone15 Pro中搭载的A17 Pro处理器 其单核得分为2857分 多核得分为7300分 而前代旗舰高通骁龙8 Gen3的单核得分为2329分 多核得分为7526分 从现有的测试来看 骁龙8 Gen4已然成为高通有时业来性能最强的芯片组 甚至对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全面超越 据了解 骁龙8 Gen4的提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制程和架构 首先 骁龙8 Gen4在制造工艺上采用了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工艺 能够实现更高的运行频率和更低的能耗 这对提升手机的运行速度和延长电池使用时间非常关键 其次 全新登场的R-Phoenix L-6 Phoenix M架构 标志着高通已经完全放弃了R-N的公版架构 除了采用自家研发的Nuvia CPU架构 全新的双极裙8核心必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表现 但从纸面参数来看 如果将骁龙8 Gen4放到最近两年的移动PC处理器中做对比 你会发现这颗处理器的单核性能 即使对比骁龙X Elite也不遑多让 已经可以和2023年第一季度发布的i71360P相媲美了 在昂处理器的疯狂内卷下 PC端与手机端的处理器性能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 不过呢 高通QRD工程机规根结底也就突一了 看个超前跑分乐和一下就行了 毕竟不是一般人有机会上手的 对消费者来说 要买呢还得看最重量产的机型 不过 到底哪家厂商有机会成为今年骁龙8 Gen4的首发厂商呢 我认为还是小米了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小米15将在维持机身尺寸的基础上 对周边配置进行全面升级 除了把短焦光学指纹换成单点超声波指纹外 升级后的金煞将电池也会带来续航上的跃升 甚至可能会新增卫星通信功能 考虑骁龙8 Gen4的发布时间 估计小米15系列11月初就能和我们见面了 作为首款采用高通自研的ORN核心的移动平台 高通一定会力求做到一炮打响旗舰市场 在对料和调教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 骁龙8 Gen4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少 比如联发客处理器的天机9400处理器 预计将采用ARN新架构以及机电3纳米工艺 以全大核的姿态迎战高通 三星Exynos 2500也是不容小觑 三星3纳米工艺搭配上仅此一架的10核心CPU设计 还有基于AMDRDNA3架构的自研Sclipse950GPU 或许能够颠覆人们对三星旗舰的既有印象 再算上号称单核3500分的苹果A18 Pro处理器 毫无疑问 今年的手机市场将迎来一次制的变化 高通 联发科 三星 华为和苹果的角力 配合厂商们在AI上的发力 或许会让今年的旗舰手机在智能体验上 与前代产品有着断层般的差距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骁龙8G EN4的性能表现 你还算满意吗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